以后万一遇到那些有杀人意图的人 他们选用汽车 那汽车岂不是就变成了杀人减刑的工具了 你们的心情啊 我理解 咱不要被主官情绪带着跑 我们先看一看 首先这个丁丽丽 主官上到底是故意 还是呢 过失 你看啊 他先撞上了第一辆车之后 失控 然后又撞了第二辆车 这段时间里 咱们暂定为啊 他是过失 但是他没有把车停下来 或者是减速 而是继续行驶 这属于什么 这已经能算是肇事逃逸了 接下来的情节 直到撞上了下一辆车 这个情节 算什么 这种性质和后果 已经是交通肇事罪所不能涵盖的范畴 而已经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了 但是故意继续驾驶和故意拿车瞄真撞 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同 这儿 咱们来看一下啊 发生车祸以后 他这个车内啊 这个档位的形态是什么 这是在道档 对 在道档上 咱们就可以推测啊 他当时没想把这个车停下来 他想把车倒出去 还想继续行驶 从客观上来讲 他不能再继续行驶 而被迫停了下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啊 他的主观意识上 还是想逃离现场 对不对 还真是这样 从这些情况来看 我认为 应该点得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复应 我同意 好 那么咱们谈一下谅情 首先 无证 超速 酒驾 逃逸 性质已经十分恶劣了 并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情节又十分严重 加上是名人犯罪 又具有一定的社会示范意义 所以以上面这几条看来 咱们应该判他死刑 可是要注意一下 辩护人她提到两点 第一点 那就是有记者追击 第二点 是被告人 她是存在抑郁状态的 这两点客观的事实 我们要注意一下 但是你看丁莉莉在法庭上 丝毫没有任何想毁罪和认罪的态度 直到最后她的母亲站出来 帮她说了几句话 虽然这个丁莉莉啊 积极地提出来经济赔偿 这也符合减轻量刑的情景 但是啊 我觉得这个案子给社会造成了危害性极大 所以我认为 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经审理查明 现本院判决如下 齐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丁莉莉犯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死刑 晚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汐州市人民检察罪 明显 以为你拯救他 你拯救你 积若 你是要去看一首所 送我们判决书吗 是啊 我也想去啊 走 太阳之下皆有阴影 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意识 还需增强 作为一个成年人 有必要理性思考 面对社会不和谐的应付 不要忘记自己 最初是一个怎样的人 原来看你这书上 还能写这种东西啊 我不上诉 我复法 其实啊 你也没必要自暴自欺 如果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也可以争取减刑 也可以争取减刑 对 丁丽丽 通过这一次审判 你心里有什么真实的想法 成名以前 我也就七八个朋友 自从成名以后 每天都有七八十个人等着给我交朋友 我是属于一夜成名 从我一出道我就认识到 只要乖乖听公司的话 我就能红 只要红了 我就能赚大钱 但是没想到的是 成名以后 我发现 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公司赚钱的机器 我就像是 我就像是 公司设计 包装的一个商品 所以我愤怒 我迷失 我被欲望吞噬 也就成就了我现在的兽性 我用这种兽性 来对抗外界对我的伤害 但是我忘记了 兽性背后光明的一面 明星啊 有时候要承受普通人承受不了的压力 但是呢 他也能得到 普通人得不到的所得 难道你得到的 就有痛苦吗 我做公益 第二天就有人骂我作秀 我去帮助陌生的人 给他捐款 第二天就有无数的电话打过来 跟我哭穷诉苦 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觉得特别孤独 其实不是这样的 真正喜欢你的人有很多 远远度过那些算尽的人 喜欢我 喜欢我 也不过是踏着我的尸体欢呼罢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了解我 也没有人关心我 直到在庭审上 我看到你们 看到你们在认真地为我辩护 在为我讨论 我仿佛体会到了一种 一种被尊重 被在意 一种久违的人间尊严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是的 而且 我要谢谢这次听谁 还让我体会到了 我很久很久都没有体会到的母爱 丁丽丽 我想告诉你 有许多人 他们是真的欣赏你的才华 真的喜欢你这个人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 谢谢你 我 老渡 舅 老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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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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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来来来 喝一口 别喝 怎么了 这次我可不算认输啊 好 是是是 你没有输 你从来没输过 但是我也没有赢 对不对 我听说丁莉莉这个案子 你是免费给做的 大气 我图个名呗 图个名 我可不相信 虽然我们这二十年 没怎么联系 但是我最了解你 你 无力不起早 那是以前 现在你还真不了解我 肺癌 肺癌 我 得了肺癌 你得了肺癌 你别闹了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 在帮丁莉莉辩护之前查出来的 真的 这人生的其中考试啊 我还没说 有一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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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朋友 怎能忘记到过去的好时光 一万岁 二万岁 securities 一万岁 伊莉莉辰 二万岁 美义又 必烈 您 是 每次 二万岁 有 你们都皆大欢喜了 我那个地沟游案子 没法判啊 怎么了 牛老 牛老 还是证据证据证据啊 牛老 通过这个案子 我得到一个启示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案子 他最开始是以交通肇事罪 没法判 后来我们改成了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就好了 您要不试试 也把您的这个案子 直接改一个罪名看看 开什么玩笑 哪那么容易啊 打个错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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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有道理 你打开了我一个死结 我去找齐悦 吃什么用什么 关系到老百姓 最切身的利益 从监管角度来讲 食品生产的原料不合格 那就不行 产品质量的检测 固然很重要 但是原料的把关 同样也很重要 质量管理 不能只停留在这个 产品的层面上面 而是应该上升到生产过程 生产体系这么一个层面上 是 但是这个案子 如果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证据不充分 那就不能判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这是所有法律的一个基本法律 院长 这老牛啊 他可能是没太说清楚 我补充两句啊 首先啊 咱们要搞明白 这什么叫明文 这个明文啊 就是透露着 立法者意图的条文 你说这个立法者意图 连这个老百姓都能看出来 这地沟油 它是有罪的 难道我们非得 只能是叫做 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吗 那你们的意思是 改变一个罪名判罪 对 我说了 把它改成 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 这个丰百姓啊 他生产的这个地沟油 虽然符合现行的 四级大豆油的标志 构不成 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 可是他用的原料是地沟油 地沟油 就是有毒有害的东西 所以 它就属于 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 也就是说 把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 改为 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们俩今天是 跑我这唱双簧来了 我完全同意你们俩的提议 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封百川 将生产的地沟油 以食用油名义 直接销售给食用油经营者 使地沟油流入食用领域 其行为 符合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构成要件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大 应于修正 被告人封百川 在生产销售的油品中 参入 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 数额 特别巨大 应以 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严成 现在宣判 全体起立 封百川 犯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现在就听 将犯人封百川 代下号机 身份 宋寒 罗总 坐坐 什么事啊 判决下来了 风百川怕了撕缓 怕得好 替我撕掉了一块狗皮膏药 不错 没想到齐恒反倒 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麻烦 是啊 齐恒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麻烦 可齐恒这个麻烦还存在着呢 我听我朋友说呀 这齐恒啊 还想继续挖风百川的生产许可证 是从哪儿告白的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想办法呀 我呢找了人 打点了关系 把这事给捂过去了 这么看 以后齐恒还会给我们惹出更多的麻烦 让他惹 回到看看这些 其后有多大的能耐 早上好 早上好 齐恒 早安 早上好 早 小马 小马 这个 入俄考核的时间啊 要到了 准备怎么样 没问题 我知道入俄考试 就是为了正规我们法官队伍 让真正可以审案的人回归一线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准备的 是啊 有说 法律 它不是技术 它是一种信仰啊 信仰 嗯 这个信仰啊 就是 不是你一生当中 要经历过几次重大时刻的考验 而是啊 在平时的生活里 无人苛责的情况下 你的一举手一投足 在小事上 还能坚持你自己的底线 时间很大 齐恒 有的时候啊 我老是觉得 有力气没处使 好希望可以碰到几个大案要案 大案要案 小马 你这觉悟不怎么地啊 老盼着我们齐舟啊 出大案 坏事连连是不是 没准啊 你再多干几年了 经历了人和事多了 有可能 你这个想法 就会改变了 往哪儿变啊 不想再审案呢 不想审案 不想审案 那仙境还当不当了 上金星还要不要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啊 早晚有一天你会盼着 天下太平了 天下太平了 那个时候你这个法官 就坐在这个台阶上 没事干了 然后呢 看着这个云聚云散 花开花落 你想啊 没人犯罪了 没有案子了 你还审守不住 这也许啊 这也许啊 就是我们法律人啊 代代努力的梦想 说得真好 不愧是齐人 觉悟真好 不过 目前这个社会 还是特别需要 我们法官的 需要我们不受干扰 做出正确的判决 好 留法官早上好 知道了 今天什么案子 快递员工到夕啊 医生检查验提起抗素 觉得量刑 知道了 今天肯定啊 九点还有 十几分钟 这 这些是去银行补充的 电信诈骗案的资料 数量较大 行了 放那儿吧 下周快停 昨天曹你的三份判决书 已经发到你邮箱 我已经修改完打印好了 你一会儿拿去装盯一下 今天之内必须送达当时 快去啊 神经病 哎 早上好 早上好 哎呦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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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吃的啊 牛老 我就不客气了啊 别客气 别客气 我包的银耳汤 好吗 小马 这什么情况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刚好包了一锅银耳汤 想要靠了靠了大家 好喝吗 哎 小马 哎 这个无视献殷勤啊 这没有阴谋 肯定还有阳谋吧 牛老 真不是 我就是觉得吧 我们邢怡婷 最近这些日子 一连拿下了那么多起答案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有成就感 我就是单纯地想要给大家做点东西 好好犒劳犒劳大家 我想要感谢你们 让我的工作那么地有意义 小马同志 你这个马屁拍的呀 非常的有水准 哎 刘岳阳呢 他没有来吗 直接去的秦二吗 哎呀 看来你还不够了解这个刘岳阳同志啊 人家不管春夏秋冬 雷打不动都是八点四十准时过来报告 你说像这种 像齿轮一样精确的男人 生活简直是毫无趣味啊 你先别说人家无趣 你先好好看看他的结案率再说 哎 要比结案率 那比得过咱们家牛老吗 那可甩好多中青年法官好几条街呢 弄得咱们这些人 想偷懒都没这胆 这倒是 我也是没办法 这法官原额制考试马上就要来了 不说咱们中院 就说咱们行一庭吧 那心里没点底的 已经走俩了 还有咱们这个照顾厅长 称病半个月没来上班的 我估计啊 多半是不会再回来咯 你说压了那一堆的案子 我要不努力行吗 牛老啊 您说 凭您这经验需要害怕吗 嗯 像是这马屁拍的 经验经验也不管用了 你就说那个比试吧 几卡车都装不完的理论 哎呦 我整宿整宿的背 背得我都没好好睡觉 嗯 嗯 年纪大了 小马 脑子不行了 记忆力不行了 牛老 你这说的就不对了 你记忆好着呢 对不对 嗯 对 哎 牛老 您看啊 您现在有我 还有马拉松同志 做您的左膀右臂 您就放心好了 咱们行一庭 在这个院里明星法庭的地位 是绝对不会动摇低 哎 我想要跟二位报告一下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去行二庭了 啊 谁说的 怎么调走一个刘岳阳还不够 把马拉松也调走了呢 你别激动啊 这行二庭不是缺人手吗 那 凭什么总是我们行一呢 不是还有行三庭吗 我跟你说啊 这马拉松啊 也不能总在你那个庭吧 你让他多去几个厅 让他长一长经验 没准啊 能更好地帮助你 再说了 这是戒调 啊 没准这个案子办完之后 他就回来了 你这么冲动干什么呀 齐月儿 齐月儿 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了啊 这马上就要原格考试了 嘿 太不低道 太不低道 一点都不讲究 哈喽 大家 来来来 给大家准备了福利啊 见者有份 见者有份 来 说两句啊 大家先放下手头的工作 我 王沫 代表邢怡婷 今天就正式地 把咱们小马同志 转交给各位了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在邢二亭 跟大家一起工作了 希望往后的日子 大家都可以多多关照 鼓掌呀 鼓掌呀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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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洋鼓掌 快快快快 这里有给大家 精心熬制的银耳汤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熬了一个晚上了 大家尝一尝啊 给点面子尝一尝 尝一尝 来 给点面子尝一尝 跪 师哥 来 来来来 马拉松 我问你啊 为了生命权牺牲家属的 知情权 同意权 都运用什么原则 法的第一原则 有几个 三个 哪三个 第 我 我接的第三个 司法理论都复习了吗 知道案例都研究了吗 你天天研究这个银耳联子羹 就能通过原额考试吗 你等我 我可以背出来 等你背出来 这些题有时间做完吗 后面的分数都不要了吗 你叫我一声师哥 你是不是丢我们法大的脸了 我 行了 今天是你来我们邪儿庭 主审的第一件案子 千万没给我丢脸 好 我知道了 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现在开庭 原则被告人罗成 南 1995年出生于燕水市三桥县 汉族中专文化 齐州市滨海区 新龙人力服务公司员工 2015年9月13日 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 被告人罗成 你有没有收到 滨海区人民检察院 滨检刑抗2015三号 刑事抗诉书 收到 那齐检二支刑抗2015五十四号 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 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 原审判决书认定你犯的是什么罪 处以了哪种刑事处罚 判盗窃罪 罚金人民币五千 请被告人 在说话的时候把音量提高一点 以便于我们的庭审 听清楚了吗 听 清楚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本院依法组成何议庭 在这里公开审理 刑事原审被告人 罗成盗窃罪刑事抗诉一案 同志 我要进去一下 你好 这儿不能随便进 那你知道哪儿能停车吗 对面 那边有个停车场 好 谢谢同志啊 现在开始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 宣读一下 滨海区人民法院二零一五 滨十五行出三十号刑事判决书 滨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罗成犯盗窃罪一案 一审认定 2015年5月14日12时许 被告人罗成在滨海区国兴快递公司分检线 上班之时起私心偷窃快递 这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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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的头盔就没有了 是不是这个时候放进去的 是不是 是 走 对我们看一下现场 刚刚监控画面的地点是不是这里 画面里是不是你本人 来 举手执行现场 经鉴定 被盗的手工真皮 复古绝版款哈雷头盔 价值人民币2499元 被告人罗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 对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 无意义 并鉴于认罪态度较好 滨海区人民法院酌情从轻处罚 做出一审判决如下 被告人罗成犯盗窃罪 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原审被告人罗成 法庭刚刚宣读的判决书 和你收到的判决书内容是否一致 一致 一致 下面有检察员宣读刑事抗诉书 滨海区人民检察院 滨检刑抗20153号刑事抗诉书 对被告人罗成涉嫌盗窃案 原审法院判决量刑及轻 本院依法提起抗诉理由如下 原审被告人罗成犯盗窃罪 数额较大 以五省现行指导意见规定 应处拘役三至六个月 我要认为 原审法院在对被告人罗成量刑时 没有充分依据该指导意见 严格执行 弟弟啊 哥 你是什么人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他是我弟弟 我把证物带来了 肃静 既然你是被告人的亲属 就请落座旁听席 不得随意地干扰法庭的秩序 不然将对你处以罚款 或者刑事拘留 退出法庭 听清楚了吗 那 那我 我先交罚款 让我说一句话好不好 法国大人 我必须得说呀 这 这就是我弟弟偷拿出来的头盔 现在我找回来了 该罚罚 该赔赔 法国大人 你不能让我弟弟 都进监狱呀 我求求你了 旁听人员 本庭再次重申 虽然你作为被告人的亲属 但是你也不可以随意地 打断法庭的审判 决庭法检请记录 扰乱法庭秩序 罚款五百元 如果说你下次再犯的话 我就只能请你退出法庭 对你进行刑事拘留 你听清楚了吗 明白 明白了 请坐好 请直庭法警接管物证 好 检察员请继续 为维护司法公正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特提出抗诉 请法院依法判决 公诉人宣夺抗诉书完毕 原审被告人罗成 你对公诉人 刚刚宣夺的抗诉书 是否有意义 我 我对判决无意义 我 我认罪 我也服判 但是既然原审已经判我 不用坐牢了 我也毁过了 我哥也把头盔拿过来了 我也愿意还给施主 我就只求法庭 能给我一次机会 检察员是否要对原审被告人 进行询问 被告人罗成 你在一程的庭审阶段 对所供的犯罪事实是否属实 属实 我认罪 你为什么要拿那个头盔 后来头盔去哪里了 那天我 看着那快递箱 上面写着绝版头盔 其实我也不懂 但是我知道哈雷这个牌子 我觉得是个好东西 我就想拿给我哥看一看 为什么要拿给你哥哥看 正好第二天是我哥的生日 我就是想拿回去让他高兴高兴 嫂子 我哥呢 那不在那儿吗 给 这回来就回来 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吗 我哥不过事吗 哥 出来 快 我有个东西给你看 小程回来了 就是啊 真皮的 还是哈雷的 好东西啊 乖 你带着 吐啊 我朋友借我玩两天 都比圈去 不行 站着活着呢 走吧 哎 你俩去哪儿啊 这 这活谁干啊 怎么样哥 有没有一种 骑哈雷的感觉 让我感觉一下啊 哎 你别说 还真有感觉 再放个包子 太帅了 剪刀手 我就想 把头盔拿回去玩两天 我就送回来 回到城里 我再 马上把它封装好 我给客户送过去 我想 应该也 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后来那个头盔去到哪里 也是个意外 老婆 哎 媳妇啊 哎 哥 今天这么高兴 咱们得喝点啊 我买酒去 哎 一起去 今天那么高兴啊 咱哥俩必须得好好喝点啊 好嘞 老婆哎 哎 你俩这刚回来又出去啊 哎 真是 老板 哎 你这头盔怎么卖啊 哎 这头盔 啊 这 你哪儿拿的啊 这头盔好像不是我家的 就在那儿拿的 啊 这个 这好像是我总输的 哦 是这样啊老板 我那头盔啊坏了 你这儿五百块钱你卖给他啊 我嫂子说 这个客人 他不是手脸 我 追出去 绞了好长时间 我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我和师叔 也私下里联系了 我还主动提出 要 直接赔上他的现金 可是 公司就直接报了案 发听 检查员没有问题了 好 下面进行举证环节 检查员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供 没有新的证据提供 对一审法院的证据予以认可 原审被告人 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可以出示法庭 有 我愿意把头盔 归还给施主 归还给施主 我愿意把头盔